歡迎收看打不跳主任 我是莎莎 我覺得最近啊 有一件事情是全民運動 就是追劇 不管是日劇 韓劇 美劇 陸劇 每個都好好看 而且常常你看啊 第一集想說 要不然今天先看個五集好了 沒有 停不下來 對 這是一季 整個晚上明明其實到了十二點都很想睡 但只要一看劇 整個精神都超級好 但是有時候看完會想一想說 這劇情好像真的有點誇張 或是那裡面是不是有點不符合現實 所以今天好好討論一下 到底日韓劇誰比較誇張 發現一個地方 每次韓國跟日本來的時候 我們的位置都在這邊 日本都在那邊 有證據 有證據 所以上一次韓日日韓的內容 都是這樣子 好 請收看那個資料畫面 來 沒有 沒有 太誇張了 沒有 太誇張了 每一集都是這樣子 不是啊 事實是這樣 因為 什麼都很認真 對 真的太近了看 所以你們很想坐這一邊嗎 那我們現在可以馬上換位置 真的 你們那麼想坐位置嗎 對啊 怎麼這麼認真啊 沒有 我們都坐過去那邊 沒有 用跌頭的 沙沙比較疼日本 沒有 你們都會中關我的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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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個 你們不覺得一開場 你就覺得韓國人心機很重嗎 我要為很重 對啊 你們為什麼要跟全世界當仇人 對啊 不能好好做朋友嗎 好不想 好快 香港人太巧 所以圓一點比較好了 對 你看我們日本人無文靜靜的 是不是很好 出文球在日本這邊好詩妹 好棒 對 好 所以今天要討論一下 到底日劇韓劇 哪一個片比較大 那我想先問一下大家 就是在你們看完劇之後 想像中的日韓 是長什麼樣子呢 為什麼不要怕 韓國人太大了 她也太大了 而且已經有四顆你小心 我們一直叫做Kim 我是Kim 對 那就是 反正韓國她有些優點拍的東西 我覺得非常的用心 很好看 然後她的演員都是帥哥美女 她們室內跟外面的風景 都會拍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她的水準可以說是接近 對 就是 可是我 我講到 她真的很害怕韓國人 沒有 她很害怕什麼 我講到是拍的部分 跟帥哥美女 可是日本事實上她的東西 我更欣賞 因為 我欣賞你 先好好摸她一下再想拍她 對 所以先講一點好話 對 但是日本的東西 就是我覺得 因為我看一些日本的東西 我覺得她們不會過分的重視說 是美女帥哥 而是她電影或者連續劇裡面的 那個情局是很重要的 所以日本拍的東西 你開始看你放不下 因為我在準備這一集 我看了 郭郭森跟那個送行者 這個電影 然後我發現尤其是送行者 這個實在是太棒 我沒有辦法放下來 因為我在網路上看 都沒有停下來過 不能停下來 就是太感動人 對 然後那個故事是學得跟真實 很像 對 而且那個音樂 實在是 會讓你哭出來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電影的配樂 會讓你聽到音樂 所以就想到那些劇情 就很多回憶都會回來 而且我覺得日劇在那個 很多的燈光 還有很多小細節 他們就是處理得非常細緻 非常 就是很認真 對 那韓國我覺得 很有潛力 很棒 你們聽得出來吧 謝謝 剛剛我錄影之前 我也要跟我就坦白說 欸 開朗 我從來沒看過韓國韓劑怎麼辦 對 你這樣講就有油油彈 你到底在寫那麼好 你看什麼前途什麼 你晚上在台灣 你全台 台式也好 中式每一台 都是韓國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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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時候看到劇情很荒唐 就會忍不住看下去 對不對 我喜歡人看日劇 這麼感動 對 我很感動 謝謝 日劇也很好 因為日劇很多那種 那種男主角說真的帥 其實還好 沒有到帥到像韓國那種 對 帥到我看 日劇的男生是你會覺得說 我跟他真的有一天有可能 對 韓劇的是 好帥喔 但我這輩子跟他 不會有一進一步 那個孔劉 在韓國 根本沒有這種人 我跟你講 對啊 我們去 我們去那個活 你為什麼生氣 你氣什麼 我說我們去活動現場的時候 你看孔劉是真的很帥 對 好高 像長頂鹿一樣真的很帥 對 然後旁邊那些人就真的是 韓國的四星小女 真的嗎 而且我覺得 那個韓劇裡的男的 他都是頭髮非常非常濃密 連這個病角 然後就跟你的病角 然後病角都長得很好 皮膚真的 皮膚都像女生的皮膚一樣 怎麼會皮膚那麼好 皮膚這光滑都比韓國瑜還要 真的 什麼韓國瑜 人家會說 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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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們那個韓劇 韓劇他出來演出來的男的 通通幾乎都是那種 白馬王子 社團的那個繼承人 然後呢 他都是放著那個千金大小家 他不喜歡 都喜歡一些就是可能 離不婚的女人 或者是說灰姑娘 所以他就讓我們 讓我們這個婆婆媽媽 就有很多的幻想 那我覺得 我覺得韓劇真的很害人 害了很多就是 很多人到現在不結婚 我覺得我公司的 還有我的朋友 他們就會看了之後 真的會有一種幻想 就是會有一個夢想 真的 沒有沒有 我有一個例子 就是我認識朋友的阿嬤 就是她是快九十歲的 那醫生說 阿嬤就身體不好 那就她可能 兩個 兩三個月就可能有 要準備 心理準備 這樣 阿嬤超愛看那個韓劇 那個戲劇還沒結束 她活了六個月 然後想像那個 最後結婚 她就怎麼說 她就 沒有 韓國 不是韓國 連其他路人講話 連韓國人都浮誇 太誇張了 你看有多幫助 你看 快樂 一定要演到最後一日 她才會走 對 太誇張了 其實日劇跟韓劇 其實差別真的很大 因為日劇通常會繞著一件事情 或是人性之間會去做專業 但韓劇 她真的就是一直在談戀愛 她就在騙 就不管任何事 到最後都談戀愛 而且韓劇就有三寶 就是 車禍 治不好 就是你知道 每一步到後面都是這樣 她不管得了什麼奇怪病 就是治不好 但她也要死不死 她永遠存在 然後你就會想說 為什麼韓劇每次演到最後 她就是 是不是這個世界上談戀愛的人 都要被車撞 或者是一定要得癌症 對 然後我覺得就是 韓劇是不太現實 而且 同樣的貨車 因為日劇你看一看 你會把自己帶進去 好像我們生活中生 會發生這件事 但韓劇的談戀愛 她會覺得 就真的不可能發生 因為男的太帥了 而且會看久了以後 你看路人就想 走在路上看到男生 怎麼差這麼多啊 我沒有那麼研究 她的拍攝效果跟燈光 會在幹嘛啦 我只是知道 好看跟不好看 帥跟不帥 胸肌厚跟不厚而已 對… 有沒有覺得看那個韓劇 就是那個男主角都是 哇 那個胸 然後女兒 然後女兒 然後女兒就可以 這個意思 而且他們時不時 一定要健身 對耶 或洗澡 而且就是那個冰塊 一個一個的 對…一個一個 好像巧克力的那一個嗎 對 每個都這樣子 而且又很貼心 我一看那個韓劇 就是男主角會 騰大雨的情況底下 就是冒雨會跑去便利店 就是為了買一把傘 然後過來蹭著你 然後還輕輕地拍一下 你的頭髮那個雨水有沒有 然後再來熱步就是 欸… 還有什麼 電氣很冷喔 然後她就會把那個西裝 脫下來 披下來 對 對 小心感冒 對 你這樣子你怎麼辦 你覺得這個世界很有希望 都是那個大總裁跟小秘書這樣 對 你覺得 可能我有一天就會這樣說 人這世界還是有希望的對不對 而且他們那個劇情都會 男主角一百天又有紀念日 一千天又有紀念日 我覺得跟韓國男生交往真的很棒 就不想念 都想要跟他們 沒有 沒有 韓國的明星交往 不是韓國的男生交往 所以我們看韓劇裡面 你們有很多不一樣的節日 但是你們現實生活中的男生 真的會過那些節日嗎 太熱了… 沒有 她是有點年紀大了 她就累了 沒有 是年輕的男還是活動 年輕的男還是不會 所以大叔是已經不會了 沒有 我想 有故意就是說 她不到一百天 就先分手 因為她覺得 每一個要過一百天 兩百天太辛苦 所以 先分手之後 再找一新的女朋友 然後再交往 然後九十多天 差不多了 那就分手了 我最壞了 年輕的 因為韓劇裡面的男生都超級暖的 就覺得好棒 然後回到家叮叮 門口打開 就會送玫瑰花 一個花一個花都拿過來 超棒 太浪漫了 我覺得日劇是 她在演一個劇情 讓我們去看他們 可是韓劇是 她演一個劇情 要給我們看的 那不一樣的 故意演給人 太刻意了 男主角都不帥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樣聽下去 大家平常好像都有看劇的習慣 所以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們自己摸著兩心告訴我 你們覺得日劇 韓劇 哪一個片比較大 剛剛我們已經大家都搶錯了 你先開了 你先開了 你看 日本人有多團結 你有看到有多團結嗎 都行嗎 但是韓國就會有很多不一樣的 我們都很團結 我們也很團結 我們也很團結 所以我覺得這樣看起來 你看全場好像是韓國 騙比較大劇情 對 韓劇騙很大 體貼摔歐巴都是假的 真的 真的 你看前兩哥幫你收紙耶 很軟耶 很軟耶 你看 你怎麼會騙的人 韓劇裡面的男生 他們都超浪漫 他們說很多甜甜的話 然後而且他們都很溫暖 可是現實上或這種 沒有 就是 現在實上或這種 根本沒有這種的男生 因為在韓國 很多男生還是 大男人 所以他們比較沒什麼浪漫 喔喔喔喔喔喔喔 是嗎 你看他另講話都很害怕開朗 對你 那你可以先出去嗎 他很害怕 還有在韓劇裡面的男生 都又高又帥 很多帥哥 很多高高的男生 可是呢在韓國很多男生 他們的身高都不到175公分 普世傳說 重的平均180公分 這個我查過的喔 那個韓國的男生 平均身高是174.9 你確實 他有高差 但是那個亞洲裡面 韓國男生身高比較偏高的 台灣多少你知道嗎 173.7還是這樣 對差一點點 日本多少呢 日本更慘 日本170 真的喔 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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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開朗哥你是幾公分 我是180 對 你180 真的嗎 哪有180 好厲害 你看 他180 我170 所謂平均170 好會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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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好 所以現實生活中 韓國男生真的不會主動幫女生 譬如說大衣脫下來給你蓋啊 或者是 拿一把傘出來幫你擋雨這樣子 會嗎 那個 Honey最厲害的就是 太厲害了 對不對 韓國好爸模仿日本高中生 莎莎玉庫勒 因為劇裡面的日本的高中有一點 太自然 莎莎莎我開朗將 好 開朗將 好可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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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實生活中 韓國男生真的不會主動幫女生 譬如說大衣脫下來給你蓋啊 或者是 拿一把傘出來幫你擋雨這樣子 會嗎 Honey最厲害的就是 幫女生蓋棉被 對不對 這會嗎 其實我媽媽也是小時候看了一個韓劇 就是媽媽說 你以後長大就是 對女生一定要這樣 做好這樣 所以我覺得年輕男生比較 真的沒有當男人的 但開朗叔叔你那個時候是 開朗叔叔 你那個年代有浪漫的韓劇嗎 說實在的 那個時候有啊 有開始就陸陸續續有 有嗎 你那時候是順風婦產科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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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好像是 東京愛情故事有 那也是日本的啊 對 東京愛情故事 好好看 所以那時候韓國還沒有開始 像現在暖男這麼 就沒那麼的冥想 但是還是有看到 而且韓劇裡面的每一個角色 就是除了男主角之外 比如說 他只是一個醫生的角色 你就會發現 什麼賣菜的醫生 他們都好帥 對 就是不是一般人的帥 然後你平常在日常生活中 就看醫生 你看到真的醫生 你就想說 露傳太大了 你看太多韓劇 你會走不出來 快點開掉就好 對 生什麼氣 好 然後雅實 雅實 你剛剛是覺得日劇片很大 日劇片很大 對 沒錯 我們的高中生活是假的 除了男主角跟女主角 是太可愛 太帥之外 一般的 就我們 首先是我們的制服 像我自己的高中 愛知現的高中 是裙子 一定要 蓋住膝蓋 以下 還有我們的高中是 不可以化妝 也不可以 撞髮 然後就像學校的園遊會 是在電視裡面 電影裡面是 就很厲害的 很好玩 對很好玩的 那就在外面的高中的 其他學生也可以來參加 那那個時候可以認識到 新朋友 新男女朋友這樣 可是我的 日本高中的園遊會 是除了家人之外的人 都不能來參加 對 可是聽說 這個日劇裡面 很像的那種高中生活 就是東京會有 對 可是 除了東京之外的 其他縣市的人 都不會這樣 今天是不是沒有東京人 有 對 我是東京人 然後我高中 可以 自己的 那你們裙子是不是想要 多長多短都可以 都可以 對 那可以不穿裙子嗎 不穿裙子嗎 不穿裙子 也不是穿裙子 穿裙子 穿裙子 穿那種角力褲 太可怕 太可怕了吧 所以剛剛WEN她 妳是 哪裡的高中 對… 然後我跟她說愛直線 而且妳們有一些流氓女生 常操裙子 那個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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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你們高中全部都是倒數 是… 是… 真的 對 我的年代剛好就放掉 沒有… 是我們幸運啊 喔 我們的上一代就吃得很長 對 我們的年代開始就開始轉長 喔 因為我其實 前幾個月去日本的時候 然後我是去鳥曲 然後我看到暴走族耶 然後他們還是穿很長的裙子 鳥曲真的是一國苦世代的那種 OK 真的問一下她的就知道 對 感覺這樣問她… 而且我覺得看日劇還有一個 讓我很幻滅 就是我覺得每次看她們的圓遊會 都有那很可愛的剉冰 很多顏色 我那時候第一次看她說 我也要吃一色術冰 好難吃喔 對 色術冰 對 色術冰有夠無聊的 你知道嗎 那個是有…上面有很多味道嘛 可是吃劇的味道都一樣 對 它就是藍色 顏色不一樣 對 那也是讓我很幻滅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日劇裡面的 日本的高中的時候 有一點… 太自然你知道嗎 就是說 一般叫我的時候 誰… 是 找我嗎 這樣對不對 戲劇裡面 那日本怎麼叫呢 她叫我開朗江 開朗江 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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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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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們… 好… 我剛剛看到他們兩個心井在跟… 我剛剛看到心井在跟雅石 他們兩個在打招呼的時候 因為我沒有看過心井嘛 所以我看到他們兩個打招呼 我本來以為是心井在跟雅石搞笑 就是兩個人 然後他就這樣跟他敬禮 然後他再給他敬回來 然後他又再給他敬回來 然後他又再給他敬回來 然後他又來回四五次贏 就是… 你問他們兩個 對… 我剛剛還在教他們 要請大家打招呼 對… 然後那時候 今天第一次 我們請多多指教 對… 所以就是要一直不停 對啊… 對啊… 好… 所以這已經是他們的習慣了 我就是選擇日記嘛 對…就是騙大的是這個 將… 一切都很誇張 太誇張了 誇張了… 對啊… 你最誇張了 你下次再改那個將 我就打了 對… 日記人家啦 真的好… 沒有印象嗎 天啊 我舉個例子這個 那個花樣男子這個 這個是日本卡通 對…然後拍那個 台灣有拍嘛 那個流星花園 然後後來韓國也拍 那日本也後來拍那個 這個戲劇 然後呢 我看一下那個 他們三個這個… 那個照片啊 就是主角他們穿什麼衣服 台灣有穿那個校服 校服 高中生嘛 那韓國也是穿那個 高中生那個校服 但是 日本穿什麼呢 就西裝 不是校服 就是一個很流行那個 這個是校服嗎 對 是校服 對 韓國的校服 對 韓國的校服 但後面那個是 牛郎的制服嗎 牛郎的制服嗎 白色那個 白帽王 你真的不喜歡韓國耶 對 好喜歡 好喜歡喔 學校有全白的制服 對啊 日本就是… 日本根本是樂團 照片來 請 有嗎 有 有 可以看到什麼嗎 那個播放 這個女生也很不真實 誰去上課 可以 對啊 你們說 這個校服太漂亮了 對啊 你們有這種校服嗎 有啊 有啊 日本帶兩個耶 這麼多 而且這上面的照片 那個男生都好像公關耶 對啊 你自己看 他扣子開到這裡耶 對啊 拜託 這哪是學校制服啊 他們常常都能這樣 這是學生 穿的是不是學校的衣服 他們是穿西裝 因為他們戲劇裡面是 他們是 對 他們是才會唱 好 叔叔 你沒看過這部對不對 所以你都講 而且 我個人喜歡 那個流行畫圍 沒有 叔叔 那韓劇真的比較誇張 韓劇的表情都超誇張的啊 韓劇那 哪有人正常吵架 就… 那個人 他沒有正常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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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也這樣吵架 現在竹竹關他們演過 對 女生吵架 還是吵架 要不然魯之善 你現在跟Honey吵一段好了 沒有 就他跟他吵架 對 我們會發脾氣的對方 你們現在就是要 爭奪一個限量的包包 只剩最後一個了 你們兩個要爭奪他 包包 包包 卡帽子 卡帽子 等一下 用中文吵架 再用韓語吵 韓語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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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 他是 他才知道我是 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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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esar 我們要坐囉 但是我們要吃了嗎 我要吃了 哪兒 我們要吃了去嗎 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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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你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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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誰 你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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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實在演得很不錯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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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覺得韓妮演的 就是我們想像的韓國男生來演 反正早的時候我們要準備那個泡菜 用泡菜來打臉 所以就隱私了都沒有 下次下次 下次下次 我現在覺得是韓劇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看日劇 我覺得我看日劇的時候好像有 對 所以我覺得 覺得好像 所以我才看了 因為我如果我的人生 我的一般人生跟那個連續集裡面的 故事一樣的話 然後我要為什麼要看 也對 可是我覺得真的 現在韓劇內容越來越真的多樣 最近我看了一個韓劇就是 妳就講 每一天 這個劇最重要的 美國人性發作 一人分飾四角 如果的連一出現 你會知道 韓國的媳婦她老公 老公 拜託妳回來我身邊了 我就是要妳 屁啦 然後最誇張的就是那個 年輕的情侶兩個 不要理我 不要摔我的頭 我摔著頭 妳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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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看了一個韓劇就是 妳就講 每天 一天 蛤 一天是女生 本來是女生 可是睡覺以後 起來就 變成男生 然後有時候是老人 小孩都有 對 這個最近很紅的 那她家人不是要嚇死了嗎 所以 她所以假裝 偷偷去其他的地方 旅行或什麼的 對 然後回來這樣子 其實我也是覺得 韓國真的太誇張 因為我以前也是喜歡看日劇 然後日劇是 我知道很多是漫畫跟卡通過的 所以我覺得 以前是看日本的聯繫的時候 真的很誇張 怎麼會每個 然後我喜歡看那個 雪蟲打架的那種 因為國中各種 每個頭髮到長到這個 對 每個頭髮到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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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摩托車我說 日本的雪蟲好帥 我們就覺得很帥 但是都是一個浮誇的 對 但是現在的話我覺得 韓國是更誇張 剛剛她講的 什麼外星人 有的時候是 悟空也出 悟空也在我們的房 對 悟空 還是鬼怪 或是女生的話 那個女生也是 我覺得看完覺得是 怎麼可能 但是看幾次我覺得 有可能她是 或是有可能 有一天是變成悟空 我不知道 所以韓這個厲害的地方是 對 當然是假的 但是看的時候 好像這個是有可能 會催眠 讓我們覺得好像一切都是這樣 對 對 這真的很可能吧 韓劇片很大 就是第一個是 蛤 韓劇睡前片 小小分不清 會嗎 因為就剛剛這個 Jenny也就提到了嘛 都是韓劇裡面 很多那個男生的身體 頭的那個 他們脫衣服 然後都摟那個上半身 對 常常就看到這個場景 然後我剛好最近看到的是 一個韓國軍人的那個故事 是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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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喔 因為呢 那個裡面有太多男生的上半身 太多男生脫衣服 還有他有 男生做洗澡的那個 場面 兩個男生做 一邊做洗澡 一邊聊天 然後就 那個 特地就給那個 給觀眾看那個 男生的身體 你看到那個肌肉畫面 你是會不舒服 對 但是我沒有 我講話後來 如果是女主角這樣洗澡的話 對啊 你會開洗澡 但是 妳這樣怎麼會這樣 那我騙人日本人會拍 不是 不是 日續在演那種 要洗澡什麼 通常都是在一個澡堂 然後大家如果很自然在洗澡 但是 韓劇的男生在洗澡 他們你知道那個運鏡 一開始 就在這一段而已 然後再從這一段拉開 才看到頭 所以他就是要 Focus在這邊啊 好帥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我不得不懷疑 韓 韓國的連續劇 是不是給女生看的那個A片 沒有 沒有 還好看 連續劇的那個樣子啊 但是是不是讓女生就 阿兵哥好 雖然脫光光洗澡 但是我們阿兵哥 戲劇裡面不會 剪肥皂 啊 啊 阿兵哥好帥喔 好帥喔 我怎麼聽得懂 我好帥喔 阿兵哥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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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沒有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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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一般品牌 對 但是我連續劇 然後我連續劇裡面的那個 女主角都很漂亮 女主角之外 配角很漂亮 所以我就很期待地去 韓國 但是從來沒有看過那個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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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沒有看過 韓國 喔 你漂亮漂亮 對 但是呢 相反的啦 我就看過還滿 還滿多那個韓國的帥哥 就是 奧巴 他們就穿的衣服也都很時尚 就體格也很好 所以就跟大家想像中一樣 就是出了劇之後 就沒有美女帥哥的感覺 嗯 我覺得 無聊 無聊沒內容 其實韓劇啊 如果看了第一集 大概知道 最後的結局是什麼樣 是嗎 因為看了一集 男主角跟女主角最後就是 內容是很多啦 是吵架 分手 有小傷 生病 都有 可是最後一定是他們是在一起 這樣的結局啊 對 我們是二十年三十年前的連續劇 還是有時候有 還是可以看 再拿出來看 對 拿出來看 還是可以哭 才可以看 不是 我們有很有日劇 所以很有歷史 不是 我覺得韓國應該沒有這樣子 那種 我覺得對我來說啦 對 好 所以剛剛都是日韓在說 我想問一下大家 那你們覺得呢 日韓劇哪個片比較大 你們剛剛舉的時候是韓國嘛 對不對 因為如果出於那個韓國旅行 很多人尤其是第一次的觀光客 都會去那個景福宮 還有光化門 皇宮嘛 以前的皇宮 因為很多那個拍攝劇的場地 都是在那個皇宮裡面景福宮 什麼明城皇后啊 鬼怪 其實都會在裡面拍 所以我去的時候我就很期待 想說 我踏進去之後 我就可以 跟明城皇后一樣 在同一個路裡面走路 就很開心嘛 可是你到那個地方 二十分鐘已經關全部 所以她的地方就很小 而且她的那個地板 全部都是梨沙 梨沙沉滾滾這樣子的 我們是不是會租那個韓服 很碰很長 因為穿那個衣服走進去 是不用收那個門票嘛 是免費的嘛 可是你會很擔心 她的地板太糟糕 你會怕租回來的那個衣服 會髒掉要賠 陪嘛 所以你穿的 你走去那個景福宮 你就很醜 連人家 那感覺會拿起來 可是你下面都是穿球鞋嘛 你就會覺得這很醜 而且很多觀光客 你拍照片 你拍照 你沒辦法可以一個人 就是很漂亮的 在照片裡面 你當初都是觀光客 跟我想像的都不一樣 就很失望 對 景福宮 我覺得這會不會是因為 韓國的景點比較少 所以觀光客都會聚集在某些地方 開朗哥 我只是說是不是 我是一個疑問巨 疑問巨 是嗎 開朗哥 對 是 對 先喝一口水再來就是 對 就拍那個古裝劇那種 這個地方 其實是集中在那個 有幾個地方 的確是 沒辦法 對 對 不好意思 沒有 我是沒有去過韓國 但是我在美國從大學 一直到現在 我最好的朋友 是一個韓國女生 對 所以有一點了解 韓國人的文化 依我所看到的連續劇 有些很大的落差 第一個是 韓國的連續劇一定是 婆婆的臉一出現 你會知道 然後一定是一個殺手 很兇 講話很大聲 然後很會欺負那個媳婦 對 然後韓國的媳婦 她結婚她老公 久了一定會劈腿 然後她劈腿那個太太 忍耐 就是忍耐 一直忍耐 然後她 老公 拜託妳回來我身邊了 我就是要妳了 屁了 我還是朋友 她韓國老公這樣劈腿 你知道她做什麼 離婚了 就是 所謂的真實生活 我覺得跟戲劇裡面寫的不一樣 沒有那麼溫柔 然後講到那個婆婆的部分 我朋友她媽媽 多 多友善的一個人 我從未沒有看她很兇 所以 我很難相信 就每一個婆婆在韓國 都是很兇 然後最誇張的 就是那個年輕的情侶兩個 就是這個很帥很漂亮 你就知道 最後他們會在一起 為什麼呢 一開始那個戲劇就是 討厭妳 妳不要理我 不要摔我的頭 我摔摔頭 有沒有 就會 妳就會有那個感覺 這兩個最後會 又會有火花 好 那接下來我想問一下大家 就是你們在看完日劇之後 因為其實常常看劇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疑問產生 想說日本人真的是這樣生活嗎 日本人真的這樣對彼此嗎 所以我想問一下大家 看完日劇之後 有沒有什麼疑問想問的呢 我這個看日劇也好 就是那個 看那個去日本玩的時候 看那個捷運裡面也有 就看到很多那個什麼 如果這個問題被剪掉是都是 都是 開朗 謝謝 搭訕最新SOP 韓國人就愛不小心 因為觀光課的話 他們說 我在你們什麼 觀光有個地方 怎麼樣 然後就 不小心眼淚滴滴滴 然後就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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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滴滴滴滴滴 那一句也好就是那個 看那個去日本玩的時候 看那個捷運裡面也有 就看到很多那個什麼牙醫 那個 齒科 對 每個都有弄那個牙齒這樣 就是一個矯正那種的 是真的來講 你看這個牙齒的文化 是我覺得真的 日本的這個文化跟台灣 或是韓國真的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看牙科 就此刻 很貴 那如果是 矯正牙齒更貴 對 就已經一定會超過 就十幾萬 或是二十幾萬台幣之類的 真正難過的人 也就其實是不多 我覺得 對 然後就我剛剛問到 就因為剛好 就我們今天的日本組 是兩個人沒有矯正過 然後兩個人是有矯正過 那就韓國也是 兩個人是矯正過 兩個是沒矯正過 所以就我覺得是 這個比例是應該差不多的 對 你的問題 好無聊喔 被剪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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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個問題被剪掉 是都是開朗髮的 為什麼 為什麼 看牙齒受傷 那好可能 牙齒 牙齒很好看啊 對 很漂亮 對 沒有講話就擠了 沒有講話就擠了 好 我小時候常常看 日本的那個綜藝節目 可是常常那個主持人 打其他人的那個頭 超級大力的 對 他們沒有生氣嗎 可是這個你們平常 也有嗎 還是只有那邊 而且你們有很多 都實際的整人節目 都做得跟真的 真的很準 真的很準 對 就是可能走路走一走 然後就掉到一個大路裡面 而且都會連續玩一個月 還在上廁所上一上 然後馬桶整個 被射出去 太過分了耶 然後我是做實驗 看那個東西丟下去 會不會爆炸 對 他就把那個主持人 關在小房間裡面 這麼無聊 攝影機是用架子的那種 其他人全部出去 然後就棒 就棒 而且還有那個大胃王 就是日本女生 就一直吃 一直吃 所以你可以說 你吃十個拉麵 你要幾碗 二十個拉麵 就趕快 對 所以你們這個浮誇 是節目效果還是真的 都會 對 因為前輩 如果我 因為很好笑 所以打人嘛 對啊 好像好 有可能 他可以哄起來 懂嗎 被欺負的人會 對 被欺負的人 有可能 有機會哄起來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節目上是可以打對不對 對 節目上是可以打 對 節目上是可以打 可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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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幼稚耶 但是我認識的 那個高校藝人啊 他 在 拍 拍節目的時候 如果打人了 拍完之後 馬上過來 這個姐剛剛有沒有 懂懂的意思 這樣子 這個是給我們補充一下 其實這個文化是 從大阪來的 對 大阪就是講了開玩笑 就是吐槽的意思 要打 那這個是動作時候 越來越誇張 難練 對 就是我們教室難練 那個時候就會這樣說 會越來越大 你們終於節目真的很殘忍 對 我最近看到一群阿伯 他們那就是在錄 現在不准笑 然後他們就抽牌 然後抽到牌 就要進行這個處罰 我看到其中一個處罰 是他們做一個那個 乾冰球 然後阿伯就被架在那邊 然後乾冰球往他下面射過來 然後阿伯那邊又冰又頭 然後說 哈 好可憐 我真的覺得好可憐 然後這一輪要玩兩次 好可憐 這一點你們要檢討一下 應該是做個開玩笑 那自己以為事情很好笑 做完之後啊 這個沒有很好笑 可是最後他打打的時候 就大家都笑 就是我也完整的搞笑 這是我的概念 好 所以對於韓國 大家應該有很多問題 有沒有什麼 看完韓劇之後 想問的問題呢 因為在日本 韓國連續就很紅 所以韓國我爸帥哥也就很紅 所以現在不少韓國 日本女生去韓國 特地找那個韓國男生 對 我聽到的是一個地方 叫做宏大 很多日本女生去那邊 然後等韓國我爸就被搭訕 對 黑朗 你是有搭訕過是不是 喔 搭訕 對 不是搭訕 對 而且呢 不少女生 就在那邊 就被韓國男生做搭訕之後 他們去喝酒 然後就 就有一夜勤 沒有什麼情況 所以我想問一下 真的有這種情況嗎 你們有經驗嗎 我是沒有經驗 對 你們真的 不是 我想知道韓國的搭訕 你們會用什麼開場嗎 沒有 我們沒有特別開場 我們直接 因為以前都我們找一個辦法 找一個辦法就 借機 所以小姐你東西掉了 對 但是現在的話直接講 我覺得你很漂亮 我可以跟你講 韓國直接會講 因為就不喜歡 不好意思 然後就直接離開 對 這個是男生女生都會這樣 女生也會 那男生說 不喜歡的話 不好意思 我有女朋友 或是我等一下要忙事情 我喜歡的話 好…哪裡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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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這樣講 因為其實那邊很多 尤其是台灣女生 跟最近日本女生 也在那邊的時候 就過去然後就想要交朋友 然後如果是 就是因為觀光客的話 他們說我帶你們什麼 觀光有個地方 然後帶他們玩 然後晚上可能跟他們喝酒玩用 然後就 不小心眼淚叮叮叮 然後就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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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韓劇之後 我有歸類三個問題想要問的 第一個就是關於清心軟的這件事情 韓劇裡面不管是 清心軟一個要 男主角或女主角 只要遇到那些很重大的事情 或是給那個反胎 氣到血壓不要高 他就會馬上叫那個人 幫我拿一顆清心軟 你知道嗎 你這個問題 奇怪喔 到底還有哪些莫名的韓劇梗 讓大家哭笑不得呢 WTO唱課囉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我是雅石 在利用交通工具的時候 很多人喜歡邊聽音樂邊做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是坐公車、電車、飛機的時候 那旁邊的人聽音樂了 可是聽得很大聲 那你怎麼辦 忍了也很辛苦啊 這個時候可以跟旁邊的人說一下 すみません 音量を下げてください すみません 音量を下げてください 這意思就是 不好意思緊張的音量 那這個音量 Volume也可以喔 すみません Volumeを下げてください 韓劇裡面不管是 清心軟一個要 男主角或女主角 只要遇到那些很重大的事情 或是給那個反胎 氣到血壓不要高 他就會馬上 叫那個人 幫我拿一顆清心軟 然後 他進去 講進去 就是馬上會好像 平靜了這樣 可是我就是 因為我常常知道 因為他聽說可以 增進安撫凌晨的效果 我覺得我很需要 所以我覺得 沒有用 結果 並沒有用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 還是你吃不夠多顆 不是 是不是啊 吃三顆 吃三顆 那到底是吃怎樣 就是你想發脾氣的時候 吃一顆 不是... 很緊張 很緊張 緊張的時候 比如說有一些一人也是 上舞台之前很緊張嘛 那就是今天 對 是這個 沒有想像 就是很多偶像上台前太緊張 就吃清心軟 而且韓國吃的時候 這麼大塊啊 這麼大塊啊 這個很大塊 對啊 韓國大塊 不是小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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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那小小朋友 沒有 沒有 最近有出 喝的也有 對 有人吃 我是好過 那個 這麼大塊是用韓的嗎 還是直接咬 直接咬 咬碎吞 因為我之前 就辦那個韓國一人 在這邊活動的時候 他就很緊張 所以他剛才緊張的時候 他要吃一口喊 他吃完之後表演 表演結束後 跟粉絲有個互動的時候 粉絲說 聊天的時候說 喔 就沒有太長 對 好 所以那是消除緊張 放鬆的 沒有 觀察 我有觀察到這個就對了 然後另外我觀察到 就是喝冰 尤其是婆婆媽媽 對 很激動 跟那個師父吵架的時候 先不要講 先喝一個冰水 好像不喝那冰水 是不會再講話一樣的 整杯喔 那我看一下 他才可以面對他的師父 什麼男朋友吵架的 為什麼我又會這樣呢 其實 韓國人是很愛喝冰水 所以就是發熱 就脾氣上來的時候 可能喝冰水的話比較 對 或是真的沒辦法 就直接碰就好 沒有這樣子 還有最後一個 就是也是韓劇 只要講到那些很突發的事情 他們就會 然後他可以講話 為什麼 就一定要摸脖子喔 摸這裡...都不行 一定要先摸 摸臉 臉會花啊 沒有 就這邊有那個血管 對... 血壓來了 你們還真的可以解釋啊 對 高血壓上來的時候 這個真的很好喝 真的 連這邊有血管都講得出來 所以那個高血壓 然後就很多韓國人混淆的時候 他們都... 他們... 他們不會直接混淆 他們... 真的... 所以其實那個清新軟跟喝冰水 在摸脖子 脖子是一條龍來的 對 好棒喔 不管怎麼樣 手上都是教授看的 來 抽獲 來 抽獲 撞 抽獲 撞了 喔... 反正是沒有血管 可以輸完是不是 對... 血管又很重要 你看 聊了一整天裡面發現 這邊真的好內斂喔 對啊 然後這邊好像演員訓練班 對啊 對啊 所以你不是說 我們那個工作者是我們要打 在幹嘛 這樣子就是我們完整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真的 我覺得可能你不了解那個國家 但看劇可能稍微了解一下 但現實生活可能又有點不一樣 我覺得 到那邊生活才會知道所有的狀況 今天呢只是小小透露一點 希望大家對於日韓 有更多的了解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我們希望請你們下一個機會 拜拜 吧 歡迎一定一點回來 一起吃拼了 啦 I saw you!I saw you!